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天巨头高通营收的重要组成,在全球市场主要来自苹果和三星的收入。 然而,在消费电子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二者出货量依然可观。 在过去的2022年,Canalys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不足12亿部,全球年出货量同比下降12%,三星以2.58亿部的出货量位列榜首,其次是苹果的2.32亿部。 根据Strategy Analytics估算,高通2022财年超过40%的收入来自苹果和三星。 不过,二者也正在尝试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早在2019年,苹果花费约10亿美元收购英特尔旗下通讯数据机晶片业务的大部分股权,同时接纳了2200名左右的原英特尔数据机业务员工,计划以自研晶片来减少对高通的需求。 三星则是把目光投向了AMD,将与其合作开发一款名为Exynos 2500的西一代行动晶片,将搭载于明年发表的Galaxy S24系列中。 有媒体消息称,三星还在内部成立了专门开发适用于Galaxy系列手机专用晶片的工作组。 一系列动作都在表明,二者想把鸡蛋分散到更多的篮子里。 不过,这一转变仍虚实。 以苹果为例,近期,高通再次拿下苹果未来三年的订单,将为其2024年、2025年和2026年推出的智慧型手机提供骁龙5G数据机和射频系统。 这也意味着苹果的自研数据机晶片业务尚未成功,将继续推迟面试。 高通的另一个威胁来自辉达。 人工智慧浪潮的刺激让高通失去了凭借手机晶片占据的行业龙头位置。 Trendforce报告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辉达取代高通成为IC设计公司营收之首。 辉达的市场份额提升至29.7%,季度整体营收环比大涨68.3%,为113.3亿美元。 第二名高通的市场份额则下降至18.8%,季度营收为71.7亿美元,仅为辉达的三分之二。 在生成是AI的加持下,辉达GPU晶片需求暴涨,成为淘金热夏赚得风生水起的卖铲子的人。 其在2020年发表的A100晶片被看作是大模型运转的硬通货,9月下旬,辉达的市值为1.03兆美元,约等于8.5个高通。 高通和辉达公手互换,意味着手机时代的退后和AI时代的到来。 高通日前的财报显示,来自于汽车晶片业务的营收,保持增长态势。 2023年第三季度,相关业务营收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 来自弗洛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指出,目前一辆新能源汽车平均使用超1500克晶片,是传统燃油车晶片用量的两倍。 其中,晶片成本占整车成本的5%至8%,汽车晶片需求阵望,但这一板块也面临来自辉达的侵入。 今年5月,辉达与联发科已达成协议,二者合作的首款晶片锁定智慧座舱,预计2025年问世,并在2026年至2027年投入量产。 同时,双方表示,这一合作也有望拓展到其他领域。 不过,现阶段手机晶片仍然是高通的重中之重,高通旗舰款产品。 骁龙8 Gen3行动平台之前,定于11月左右正式发表,已经确定将使用ARM最新的Cortex-X4、Cortex-A720与Cortex-A520CPU核心架构。 现在消息称,骁龙8 Gen3会在10月24日于夏威夷举办的2023年骁龙峰会发表。 高通即将发表的骁龙8 Gen3行动平台效能再次提升。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搭载骁龙8 Gen3处理器工程机的最新跑分。 最新的Geekbench 6 Vulcan测试显示,第三代骁龙8的跑分达到了15,434分,相比上一代的10,447分提升了47.7%。 从跑分来看,第三代骁龙8的GPU效能提升了近50%,妥妥的秒杀A17 Pro。 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现在的骁龙8 Gen2都可以做到了。 网络上的讯息显示,这枚骁龙8 Gen3处理器基于台积电N4P工艺,采用1加5加2架构设计。 包含1颗Cortex-X4超大核,5颗Cortex-A720大核,以及2颗Cortex-A520小核,其中超大核主品为3.7千兆赫兹。 有消息显示,Redmi K70 Pro,1加12等产品都将搭载高通骁龙8 Gen3行动平台,目前尚不清楚搭款手机首发该处理器。 然而,近日还有消息称,高通即将推出的旗舰型骁龙处理器——骁龙8 Gen3将分别采用两种工艺,一种是台积电4nm制程,另一种则采用3nm技术。 为何高通推出两个版本的骁龙8 Gen3处理器? 目前还未有确切消息。 而高通上一次推出不同制程的骁龙处理器,则是2022年的骁龙8 Gen1,即骁龙8 Plus Gen1。 骁龙8 Gen1以三星4nm制程打造,骁龙8 Plus Gen1则采用台积电4nm制程打造,两者在功耗,效能层面对比明显。 如果消息属实,这意味着台积电今年的3nm工艺又有重量级客户加入。 这次市场传出,继苹果、联发科之后,手机晶片大厂高通下一代5G旗舰晶片也将轨由台积电以3nm生产,最快将于10月下旬发表,成为台积电3nm第三家客户。 针对相关传闻,高通并未回应,台积电则不予评论。 法人认为,台积电3nm后续渴望再增加挥达、AMD等大厂订单,随着相关指标厂陆续上门投片,透露台积电3nm持续羁押群雄,仍是国际大厂首选。 三星、英特尔等对手,难忘其相悖。 高通,去年在骁龙高峰会公布,年度5G旗舰晶片骁龙8 Gen2是由台积电4nm制程打造。 前一代高通骁龙8 Gen1则由三星4nm制程生产,之后传出散热等问题。 高通紧急推出升级版骁龙8 Plus Gen1,并改用台积电4nm制程。 高通在晶圆代工厂选择上,向来采取多元供应商策略。 业界传出,高通已私下通知手机品牌客户,预计10月下旬发表的下一代5G旗舰晶片骁龙8 Gen3, 并有台积电4nmN4P与3nmN3E两种制程版本。 先前市场纷纷揣测台积电的3nm制程总产能,除了供应苹果之需外,是否足以因应飞瓶阵营各家客户的需求。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消息披露,为何高通要打造两个版本的骁龙8 Gen3处理器。 在高通之前,联发科已与台积电共同宣布,联发科旗下,首款采用台积电3nm制程生产的天机系列旗舰晶片开发进度十分顺利, 日前已成功完成设计定案,TAPE OUT,预计明年量产。 此外,联发科以台积电4nm制程打造的旗舰晶片天机9300也在10月推出,为明年手机市场竞争提前布局。 外界解读,联发科明年度以3nm制程生产的旗舰产品已开发到一定阶段,准备后续接棒,规划2024年下半年上市。 目前,台积电3nm主要客户为苹果。 苹果最新iPhone 15 Pro与iPhone 15 Pro Max机种搭载的A17 Pro晶片,就是以台积电3nm生产,也是台积电首批3nm产品。 据传,苹果已包下台积电3nm量产初期产能。 随着联发科、高通陆续加入台积电3nm制造行列,把人看好,台积电3nm量产将更具经济规模,后续也将持续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